刚才我一个养马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说他的一匹马呀 掉进水塘里面 被淤泥给吸住了 现在我们要过去想个办法 把它救出来 就在这里面啊 现在冬天啊 非常的很冷 那个马泡在水里肯定也是很冷的啊 我们先过去看一下 情况怎么样了 这一匹马啊 是去年买回来的 当时花了两万多块钱啊 现在呀 光是靠我们两个人肯定是弄不出来的 再叫两个朋友过来啊 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马给它抬起来 我们找了一根很长的木棍 现在先试一下吧 你妈给我搞的吧 不用让你我们走的 我拿过不行的 我拿过不行的 等他 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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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抹拌 放开去 放开去 你抬了 不管呢 我也要放开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二二 你抹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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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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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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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三 还是不行啊 这个淤泥太深了 现在是中午12点半啊 虽然是有太阳 但是这个水里面依然非常寒冷啊 这个马在下面啊 都已经涩涩发抖了 这样子不行啊 还是要叫沟鸡过来 尽快给它弄出来才行 等了半个小时啊 现在沟鸡终于是过来了 因为这个水藏的位置 刚好是在一个陡坡下面啊 这个沟鸡也下不去 然后这个沟鸡的爪子也不够长 所以呢要先开一条路出来 下面这些土啊都很松软 所以这个沟鸡也不敢下去 只能在上面 给它挖开一条沟来 把这些水 还有一些很稀的那些淤泥啊 给它先排走 要不然的话 根本都没办法操作啊 这个水藏里面的水呢 它是很浅的啊 根本都没多少水 朋友们看 把这个沟挖开来之后啊 很快这个水就排干了 主要是下面的这个淤泥 非常的深啊 马现在下面啊 已经看不到脚了 肚子都已经磨掉了 现在把水排掉了 先试一下 能不能给它吊起来 为了保护这一匹马啊 我们现在找了一根 比较宽的这个绑带啊 用来钓这匹马 因为这个宽一点的绑带 它设立面积比较大一点 在钓的时候呢 这个马不会那么难受啊 现在给它绑好了 我们先试一下啊 慢慢来 刚刚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啊 这个马已经非常虚落了 所以钓的话也不敢太用力啊 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牵住这个缰绳 看一下它能不能自己用点力吧 因为光是靠勾接来钓的话 怕这个马会受伤啊 现在再试一次 有点动了 现在有点动了 它自己应该可以用一点力啊 好 已经起来了 已经起来了 马上就会起来了 马上好 马上好 再来一下就可以了 好 终于起来了 哎 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这匹马终于救上来了 全真是泥啊 把这种泥充干净啊 让它晒一下太阳 硬是今天是有太阳啊 总算把它丢起来了 好 无论 感谢宝贝